中国现有的失业的人 加上这些毕业生等等 最起码要是千万数量级的人 是真吃不下饭 所以我现在没想明白 这我也没有想明白 就是到时候这么多 没有工作甚至大量负债的人 确实一点钱都找不到了 就这些人你给我讲一讲 他们怎么活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挺恐怖挺大的事 中国有22个省市公布了 高校就业数据 是在内部公告的 大家也能在网上看到 因为一公告就能发到网上 因为是各个分省的数据 全国的数据还没有 所以没法做统计全国的 咱们就举个上海的例子 上海很典型 北京没出来 但是上海出来了 因为上海有上海交大复旦 统计这么多中国的高校在 所以上海的数据就比较典型 整个上海截止到6月26号 大家都知道6月份就分配工作了 实际上现在的就业率 基本上就是最终的就业率 那么上海全市高校本科的就业率 是24.1% 研究生是40.66% 合计是32.4% 也就是包括研究生在内 上海现在每毕业10个人 就有差不多7个人是找不到工作的 其中应用性高校 也就是不属于985211这种很棒的高校 本科的就业率只有17.66% 研究生27.95% 合计21.95% 就这么低 那至于排名垫底的 像贵州福建 以及东北三省等地的学生 合计就业率都在15%以下 100个毕业生 85个找不到工作 由于绝大部分高校 刚才我说了 实际上6月份已经基本完成了学业 所以呢 大家就能够通过这个数据 知道2023年中国高校真实的就业数据了 因为这个数据实在是太难看 我们内部看得到 但是社会看不到 可是国务院看得到 所以呢 国务院紧急发布了一个指令 叫做实施2023年 百万就业建训岗位 募集计划 要求各类的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 这肯定有一个名单的 设立不少于100万人的建训岗位 这是毕业生应届的本科或硕士毕业生的 建训岗位 然后对于吸纳到建训岗位人员就业的这样的机构 进行什么 中央或地方政府进行补贴 对建训期满 没有和建训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 由地方政府 这就只由地方政府了 给予剩余建训期或建训相关条件满足人员的建训补贴 这是啥意思啊 这就是为了让这个数据好看点 过去高校为了提高本校的毕业生的就业率 使用的方式都是 在这些学生又不能够继续考研考博 因为考研考博就不算就业率了 但是又准备毕业 可又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会强制毕业生在临毕业的时候签署 安排好的一些机构的三方协议 但毕业了这些机构并不真的让学生去上班 这就是变相的这种毕业的就业骗局 但是呢今年就业形势实在太差了 差到这种由各个高校自己安排骗局都满足不了的这个局面 所以这次要由国务院出台新的骗局 出台一百万见习岗位 见习岗位是不算正式编制名额的 那大家想想如果一个单位甭管是政府还是企事业单位 真要用人直接招聘就好了 什么叫间隙啊 拿着中央或者地方政府临时给的补贴 招聘几个人放在那算工作 等间隙期结束 这些人就可以辞退了 这样做唯一的结果就是提高这些高校毕业生 能够看得见的这种就业的数据 然后干嘛 明年给考生看的是我们就业率有多高 继续骗考生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一个国家的真实就业情况 就是反映这个国家经济繁荣与否的最关键数据 毕竟现在地球没有进入规矩文明 还是碳矩文明 还是要靠人提供生产力 然后才能导致社会发展 国家经济越繁荣 干的事就越多 需要人进行的工作的地方就越多 那这个时候这个社会就业就越充分 那现在这种高校毕业生跟去年相比 这就不是叫垂直落体 这种垂直落体的这么一个就业情况 那平均可能最后中国平均下的数据 十个毕业生有七到八个找不到工作 这种垂直落体一样的高校毕业数据 这也是已经是大量本科生考研以后的数据 实际上反馈就是中国经济真实的写照 这么庞大的国家 这么多人没工作 下面就我说这个问题了 这些人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 说实话 我的感觉最多到第四季度 中国现有的失业的人 加上这些毕业生等等 最起码要是千万数量级的人是真吃不上饭 吃不上饭 我就问问大家吧 如果自己家里面确实也没钱了 爸妈都没钱了 可能还有人生着病 中国这个病的人不在少数 然后自己找不到工作 没房子住 真没钱了 问问大家 国家现在是不给救助的 因为建议结束属于自己不就业了 会签那个相关协议的 不属于国家救助的范畴 真的吃不上饭 每个城市所谓的最低的什么补贴 你怎么去申请 对呀 上海说去年流失这么多的人口 那为什么流失这么多人口啊 他在这个城市怎么活呀 所以我现在没想明白 这我也没有想明白 就是到时候这么多没有工作 甚至大量负债的人 确实一点钱都找不到了 就这些人你给我讲一讲 他们怎么活 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活 大家如果有什么聪明才智 可以告诉我 这些人怎么活 也可以留言身边是不是真的 有人已经到了没饭吃 要活不下去的地步了 都留言可以看看 咱们也探讨探讨 给这些人出出主意 该怎么办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挺恐怖 挺大的事 中国汽车产业的大衰退 再次证明了差衰退 这次讲的是出现的什么 中国传统汽车SUV的一哥 也就是上市公司长城汽车公布的一季度的财报 整体营销下滑13.63 这个挺恐怖的 这么一个数据挺恐怖的 那么净利润下滑多少 89.34% 将近90% 如果算上非正常的这种支出 最后实际上是大幅度的亏损 最佳上市公司 那这些传统汽车产业 那上市公司的数据公告很正 很正常的 大家看得到 那电动汽车领域呢 除了比亚迪以外 其他所有品牌的衰退 都是极其明显 所谓的造车新势力 衰退都是两位数以上 你们看看很多造车新势力 一周才卖几百台车全国 他怎么活 我也不知道 对吧 魏小李这样的公司 卖一台还赔一台 都是赔 根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 一季度中国乘用车产业的销售 同比是下降了12.7% 两位数以上的 这个原来跟大家讲过 这跟长城汽车的数据 反应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很能对照的 如果今年没有大的意外的变化 每季度肯定下降都是10%以上 到年底 中国汽车产业 应该最起码有三分之一的企业 不管是传统的车企 还是新能源车企 要濒临倒闭了 当然就这个数据还没到年底 现在呢 就是像这种 哼吃哼吃的 恒大造的哼吃汽车 对吧 你说恒大也做个汽车 还叫哼吃汽车 哼吃哼吃 谁买个哼吃汽车呀 这已经没啥活头了 到现在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了 几百辆 雷军估计看完了上海这次车展 应该也放弃了成为造车新势力员的盲目冲动 如果他继续干 那估计雷军也是快瞎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大家这周的数据 看得到中国消费市场主导的房子 车子已经全哑活了 我是猜不出来 还有什么领域 能帮中国经济稍微挽回一点点推势 我是看不出来 大家能看出来也可以给我提醒 谢谢大家 今天我就瞎嗶嗶这么多 谢谢大家